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舅舅,那现在YouTuber还有钱赚吗?感觉好竞争喔 其实不管哪种平台,只要人多就一定会竞争 就像现在的抖音短视频,它也迅速占据了全球市场 威胁了脸书和YouTube的影音地位 所以,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吗? 把所有的数位资料保留好,那未来哪一个平台火了、红了 我们就把已经创造好的素材丢上去,用最快的速度去抢占这个流量红利 尤其是那些不退流型的知识,例如像健康、保养、人际关系、自我成长 心理学、语文等等 但是呢,YouTube平台它目前仍然是第二大的搜寻情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赚取盈利功能的广告点击费用的话 短时间之内的确是很难有满意的收入 尤其是有很多同类型的主题 已经很多人在上传这个影片的状态下 所以呢,我会改变一些做法和心态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建议 第一个,你在影片之中去针对你想销售的产品去做分析 这种影片的重点,并非去赚取广告的点击费 而是去销售你自己想推广的产品 这个产品可以是联盟行销产品 或者是你自己开发的产品 因为产品的分析的影片 对于想购买类似产品的观众来说 是很有价值的内容 你可以多找几个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品牌 用你个人的专业来比较各种品牌的优缺点 然后真实地去说出你自己的感受 不但去提升你的专业形象 打造你自己的个人品牌 也加深了观众对产品的认识 第二个,你可以针着这个影片的主题去垂直细分 如果你想要赚取这个YouTube的盈利广告点击的分论 一般的这个分类项目很难引起观众的注意力 所以你必须要再去细分主题 让这个内容更加深入 例如你喜欢美妆的主题 那以化妆品来说的话 它又可以分为液体、霜剂、乳液、粉剂、喷剂 那你就可以先去针对其中一种化妆品来做分析 像乳液类的 那你就先专注分析这类的所有产品 让这个类别的影片变成一个系列 之后你再去做其他的系列 而不是一开始你就什么都介绍 但是这样是不是只会吸引一小群观众的观看 那流量不就更少了吗 我来举例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一般人都觉得卖的东西越多 生意就越好 所以他就拼命的把自己可以卖的东西种类越放越多 尤其是很多电商网站 还没有知名度的时候 他就放了一大堆的产品 到最后就变成杂货店 可是这样不对吗 种类越多 满足各种不同的客户 不是会让生意更好吗 逻辑上听起来好像是对的 但是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开了一个网络商店 里面什么都卖 那你和PC用购物商场有什么不同呢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是啊 就好像台湾现在到处都有便利商店 7-11全家莱尔夫啊 如果你也自己开一家便利商店 里面也是什么都卖 那你觉得你的特色是什么 而且你要花多少成本去备货呢 所以我应该要专注在某一类的商品 做出自己的特色 没错 因为这个市场竞争的关系啊 你如果什么都做 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定位 反而没有办法让别人记住你 但是如果你先锁住一个主题 把这个主题讲得够深入 就能够让别人去记住你哦 你要先培养出一小群 拥有特殊爱好的观众群 你的个人品牌啊 就会开始有了知名度 我们举例来说啊 如果你先从唇膏的种类去分析 然后去开始制作相关的影片 那大家以后看到这个唇膏啊 想到唇膏的时候 就会想到你是唇膏的专家 就表示你已经占据了唇膏的专家地位咯 那我以后就只能卖唇膏吗 当然不是啊 先定位的目的呢 是先让你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 去做出你的个人品牌 一旦成功了之后 你才去发展其他的产品种类 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一个杂货店 那你只会是一堆杂货店里面的其中之一而已 很难在众多的竞争对手里面脱颖而出 除非你是最大 或者你是最便宜 但这都不是你现在有能力做到的条件啊 原来是这样 那我明白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YouTube里面的一些设定 让你在上传影片之后增加曝光的几率吧 第一个 影片的主旨要包含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观众会搜寻影片的字 也是在呈现影片内容的主要描述 比如说 推荐、十大、口红、人气、排行榜 让你一看就懂你的影片内容 第二个呢 你要充分的去填写这个说明栏 这个说明栏位最多可以填入5000个字 详细的描述影片里面相关资讯很重要 这样就可以让YouTube的官方去判断 你的影片内容是属于什么分类 然后去做到正确的曝光 给那些有兴趣的观众 如果你想导演观众去购买商品 你也可以插入由HTTP开头的网址 那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串超连结 观众就可以用滑鼠去点击这个连结 到你指定的网站去购买 第三个 设定标签 这个标签就是你自己对影片的分类 让YouTuber知道 他该推送你的影片到哪一个类别去 不过 因为很多人会滥用这个功能 所以要记得 这个标签的内容不要太多 而是要去切合你这个影片内容相关的关键字 第四个呢 记得上传封面说图 因为YouTube的网页上 有太多的影片和文字 在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文字里面 影片阻止的文字 在众多影片中去吸引观众 所以 以封面说图就变得非常重要 你要放入一个大大的 阻止文字说明和相关的图片 第五呢 设定公开权限 YouTube的影片呢 可以去设定 私人不公开公开三种权限 既然要用在行销用途 我们当然要记得设定为公开 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观看得到 还有第六呢 在结束画面的设定呢 在片尾我们可以去设定 一到两个结束画面 就是让观众可以去点击 连结到其他影片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观众 可以停留在我们自己的频道 更久的时间 如果你的影片 和另外一部影片相关 那就建议你在最后 放入另外一部影片的 相关影片的连结 因为呢 观众停留在你的频道时间越久 那YouTube的平台呢 就会将你的影片的价值 拉得更高 评分就会更高 这会有利于呢 你未来的曝光率哦 那第七呢 适度的去加上资讯卡 你一定看过很多YouTuber 他们在影片里面说过 如果还没看过我的上一部影片 请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 这个资讯卡的目的呢 和结束画面的影片类似 但是呢 它却能够任意的安插 在影片里面的任何时间点 方便观众去点击 增加频道曝光的时间哦 哇 原来YouTube也有那么多设定哦 我以为上传完影片就没事了耶 上面说的这些啊 都是比较基本的设定 其实啊 这些设定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YouTube这个平台 更快的去了解你的影片内容 以便去曝光在适合的观众面前 所以你的资料越详细的话 越能够帮自己取得曝光的机会哦 保留所有数位资料 随时po到各种平台 快速抢占流量红利 专注某一类商品 5. 设定公众权限 6. 设定结束画面 7. 适度加上资讯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